Hello,大家好,我是小婷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一大清早我妈就给我发微信了 她给我发了图片,发了视频 然后说我们家的母猪生仔了 生了一大窝,就是那头黑猪 生的小猪仔全是那个白猪 好可爱,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 给你们看一下,看到吗 等一下她还录了视频 等一下我会加到这个视频里面去的 不过她这个视频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晰 她不是不太会拍 然后我早上就给她打电话了 然后她说总共是生了十只 然后就是最后一只生的时候 生下来就因为用了很长的时间吧 然后就生下来说死掉了 然后现在总共有九只 算是晚上吧 应该是晚上的 昨天晚上的五点多钟开始了 她就开始生了 然后生到半夜一点多钟 然后我妈昨天 昨晚上应该说 她晚上都在猪圈睡的 因为要看着嘛 我觉得也挺辛苦的 因为我爸又不在家 然后最近天气又特别的冷 真的 晚上在猪圈睡 她那个 然后那个保温灯呢 她说又出了点问题 然后她昨天晚上就搞了一盆火 在那儿烤着那个小猪 因为太冻了嘛 晚上 我记得我上一次回家的时候 我看那个母猪 我都觉得 我说她肚子怎么那么小啊 对快要生了的 那个 我记得之前我们家养的那一头母猪 一生生了二十只的那个 成活了十八只的那个 那个肚子特别大 所以这对比有点明显 不过还好 挺顺利的生下十只 我觉得挺好的 我准备过段时间回去看看 这不是我妈的那个腊牙 风干的腊牙也做好了嘛 然后又可以回去看看小猪仔 又找到了借口回家 不然小方不让我回去 所以说我下次要回去看看 等会儿 等会儿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晃 让他看看 他肯定也特别开心 因为这个 因为这养猪的念头之前 就是他起的头 所以说 这他对我们这次养的这个猪 是很有感情的 他每次回去 第一件事情是 一定要先去猪圈看猪 所以说 我等一下就去店里 要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我到店里了 小胖在这里偷懒 胖子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看我给你转的消息了没 你看一下 是死的现在是9只 9只 对啊 可以啊 太财了 哈哈哈 这里我有1万多块钱 对 可以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看一下呀 有空去看 哈哈哈 你看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发给他的视频